司律文老师 你又放水 又放油 又放这么多的料 你为什么不开火 你是忘记了 不是忘记 怎么会 哪有人做饭不先开火的 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 你希望让所有的食材 都能够融入到你的汤汁当中 而不是每一个食材 它的烹饪时间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希望在同一个时间内 让所有的食材都能够马上进味 那 那是我不懂吗 你不是不懂 你是不常看电视 没知识要看电视知道吗 对 没知识要看我们饭好了 史蒂文老师 好了吗 好了 开火 开火 现在开火了 对 最小最小的火 你们有开火吗 开了 最小火 非常好 你们有西兰花对吗 等一下 干嘛 还是不对 干嘛 你为什么不开大火开小火 我们不是教学吗 我们还有很多步骤要做 这只是其中要用小火 而且在厨房 我要求的是一气呵成 不是手忙脚乱 不是手忙脚乱 所以这要慢慢的 在你慢慢的烹煮这个水 酱汁的同时 你是不是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对 你准备好其他的事情 就是水也滚 水也滚了 是不是就开始准备煮了 一气呵成 一次到位 哦 原来你都是有这个自己独特的思路 不是 这叫逻辑 哦 逻辑 逻辑 这叫逻辑 不是手忙脚乱 甜人的 那是我太没有逻辑 好 不是 你太没有逻辑 是因为我是专业的 这是我的地盘 我的地盘我做主 家里有西兰花吧 有 我刚才看到他们有西兰花 西兰花 西兰花 西兰花好东西啊 哦 这个 这个管宝 哦 这个热量低 哦 健康 抗癌 真的啊 这个又可以抑制血压 哦 那地盘西兰的中老年朋友 我们要多吃一点西兰花 纤维植多 对吧 没有 我们没有准备番茄 没关系 下一次准备就好了 那他们不放番茄 会不会影响我们菜式的口感 不会影响 绝对不会影响 哦 完全没有影响 那你为什么要放番茄呢 有什么 增加养分啊 增加维C啊 对不对 番茄当中有维C 当然有啊 哦 当然也有啊 那维C 那我多吃放一些番茄 就可以起到美白的作用 呃 不能说完全达到美白的作用 只是说它里面的含量 没有像其他的这个食材 有这么丰富 但是呢 在这道菜里面 你需要有一些酸 酸来开胃 哦 所以说番茄 它是起到一个开胃的作用 开胃啊 还有配色啊 好 婴痕 营养要搭配 煮副食材也要恰当 好 接下来 咱们来看我们的鱼 鱼 好 把这样的鱼准备好 准备好 我们调味 盐 哦 放什么 放盐 盐 哦 那这盐 我需要放多少呢 适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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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就根据自己的口味而来 对 不能太咸 太咸你剥坏它的蛋白质了 用手这样捏一点 好吧 两边都要傻吗 对 当然 哎 那我用手 盐跟胡椒 这样抹一下好吗 可以 做一个基本的调味 盐跟胡椒 对 好香 好香 好 接下来我们把鱼切成大片 看看没 大片 斜刀切 我们就这一片鱼就够了吗 你 抹 行